诶 大家好 我是思碧 这部周末去看了华纳的哥斯拉战进攻第二部 然后这周就跟大家聊聊 首先 如果你是不了解传奇怪兽宇宙 没有看过前作朋友 可以去看这部片子吗 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部片子通编讲究就是一个 你完全不用带脑子去看 这比很多最近的欧美电影里 硬实爱佳人侠LGBT的狗屎情节要好 毕竟我来电影院不是为了听他狗屁西方 真正正确的理念的 不到两小时的时长人类文系没多少 更别说占主要戏份的一位族还不会说话 人均心灵感应大声 冲着怪兽去人 在这部里除了可以看到 歌种的霸余本新形态 亮仔的外富鸿骨强化 歌种亮仔上演 还可以看到大包王斯库拉提妈摩斯拉和石木呢 但是 如果你想在这部片子里 看到以往哥斯拉题材里对于人文哲学 拒受世界观下对人类的影响等深度剧情的探讨 那真的毫无必要 就石木当狗 歌种纯打手的剧情 有啥深度可言呢 他把大部分的剧情都爱搬成战斗的大场面 目的也很清晰了呀 就是单纯作为一个全体受众的商业爆米花大片而已 以下内容是一句头 请注意 相信大夫人和我的感受一样 虽然战斗爽 但是也没有那么爽 就本质上抛开剧情不谈了 结果就连怪兽的表现力也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作为基本的 商代机哥把歌种摁着锤 还差点把歌种嘴巴掰开来个蛇吻原子吐息 原汤化原石 结果这带来个废物到 四个人都知道把他手上那个控制石木石楼一打掉 形成正义的四打一局面 那他就没用了 一点反外不死该有的压迫感都没有 观看前大家以为的提妈 拉比伦神话的创世巨龙 在水里跟歌种打得有来有回的深海巨型泰坦 实际上 狗在北极猥琐发育 结果被歌种开河找上门 多年继续全被抢走 自己还被歌种一发嘴炮炸成石块的大号鰻鱼 观看前的刀瓦王 凶恶残暴的古老泰坦 作战经验丰富 超高智商 统治了金刚帝狗的暴君 实际上 肉搏不如量仔 脑子不如量仔 没了石木石头屁用没有的废物刀 这事更是重要的你刀割哦 观看前的石木 体型比歌种还大的始祖泰坦 第一兵和世界始作俑者 古希腊掌管治病的神 实际上 观看前的摩斯拉 老婆 实际上的摩斯拉 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看出 传奇两部GVK 明显对量仔的偏爱是高于歌种的 而这部量仔结成为了新生赢家 上部剧情里让量仔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家 并获得祖传神器歌种的灵片 这部里又连着两次强化 先是因为蛀牙 而换上了航天级材料的牙 又因为右手被石木冻伤 而获得了外部魂骨末日铁拳 量仔现在的强化路线 主打就是一个血肉苦胆 机械飞升 跟松果娃威的进化路线似的 那我下一部给量仔装 喷射推行器和浮游炮 然后和各种石木一起打 但我应该不过分吧 收了个忠实的小弟苏科 和自己一起打败废物刀 顶级战利太坦十足也给自己当狗 我知道量仔也在上一部 差点被各种踩死 实力需要提升 但是这一部 你直接让一个十足太坦 给人当狗 就多少有点抽象了呀 而各种这一部 对比量仔待遇 就真的一言难尽 他也打了大半级 先打斯克兰 给人干死了后 狂炫法兰西风味和燃料 跑到北极 单杀提妈一直到吸完提妈留下能量 憋出六神庄了 升级成八笔粉了 才敢出野区 然后废物刀给的压力 又没让人感觉 他值得专门升个级 各种的升级版原子吐息 又没命中过几次 最大作用还是朝天一喷 解除了石木制造的低温天气 中间迎合下标题 看到量仔跑到自己的地盘 给他揍一顿 顺带学习赛博坦人的 优良品德 绝法老的坟头 我相信这里量仔想说的话 是这样的 队长 别开枪 这才和量仔统一战线 接受前往地形打决赛 然后最大赢家 我觉得是女主这个 一位族小孩好吧 人家现在转制成了 部落最强萨满 人类最强宝格梦训练师 手握四个神兽 量仔是我哥们 统领整个金刚帝国 麾下还有大将石木 摩斯拉是我姐妹 她老公是怪兽之王 就这废制 需要打团了 这姐们一出面 身后冒出四个泰坦 谁看的不迷糊啊 下部不是戴摩 自从木头这种级别的 我实在想不到 还有啥怪能值得 这四个联手 总的来说就是 商业暴命化大片 人类和怪兽权衡 在这部里 也是直接全部给了怪兽 来营造单纯的视听观感 同时还可以给玩具增加效量 而且我估计之后 也会是这种路线 是好是坏 我不好说 至少它商业化 那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本期就到这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点赞加关注 这里是特工安士 私密码 我们下期再见